今天是2020年最後一天 12月31日 終於捱到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難捱的一年 這年真的很難過,很辛苦 終於捱到365日的最後一天 我們今天就趁著這個風光明媚的日子 出來逛逛公園 隨即半天工作 我們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下午 享受一下陽光 和一個低溫的隨即 今天上水只有7度 冬天的感覺真的回來了 之前是20多度 今天是7度、8度 還好是有太陽,沒有太陽就更大 今天就逛逛公園 和小B出來填伸一下步 接觸一下陽光 這個B喜歡逛街 不喜歡在家裡 出來後就開心了 他就可以睡到一聲 而且他喜歡接觸一下新鮮空氣 可能都像爸爸、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都是行程的人 都是越野的人 B都是越野的人 都是需要在外面才開心 在室內就不開心 在室內好像一身癢 有針刺他 整天都會哭 出來就睡得很安穩 你看看他 整天都沒有想過 有得你沒有 醒也不要緊 他不會哭 在家裡抱著他也會哭 出來逛逛 給他一些空氣浴距 感受一下 大家都舒服一點 這一年 都是很難過的一年 過了很多事情 發生了很多事情 好像沒有怎樣做過 就是這一年最大的寫照 希望下年 2021年就更加好 不過客觀地去想 理性地去想 2021年都不是很好 都是辛苦的一年 如果相信風水命理 就是這些八運轉九運的日子 都是很多顛配流離 很多你猜不到的市場 發生的 對於人來說 是一個很困難的年代 2021、2022、2023都是不好的 2024就好一點 過了一個雲 2024年都不知什麼情況 2024年我都差不多去到農年了 農年一第三個框 計算一下 所以時間過得很快 特別是現在 有小B在這裏 時間過得更快 都沒什麼很害怕 沒什麼很埋怨 時間 或者是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運程 都是 好不好都要這樣過 是的 就是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職陰德 五讀書 你這樣數到下去 五讀書 你才可以控制的 其他那些事情都控制不了 你就不要想那麼多了 但是最重要是2020年 就是我們都熬過了 那2021年最重要都是身體健康 這個最重要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控制得到的事情 身體健康最重要的 特別是現在這個環境 你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是搞不定的 就是 你沒有身體 你面對不到這些那麼困難的事情 你沒有一個正向的心態去面對 是很容易壓抑 很容易抑鬱的 我想大家 鎖下了一整年 都是會很抑鬱的 我們都很抑鬱的 其實有事 情緒是很大的困擾 但是 沒有辦法的 都不是自己一個的事 是全個地球的事 所以2020年 還有不夠十個小時 就真的完結了 我們迎接2021年 就希望有一個更好的方向 還有大家最重要都是身體健康 迎接2021 大家再參考高峰 更加努力下去 今天就先講到這麼多 有沒有話要說 大家身體健康 新的一年新的現象 大家都可以順利你 新年新開始 下次再講 下年見 拜拜